第十个单元如何设定DNS 将购买的网址套用到Google的部落格里面 那我们上一节讲到购买网址的方法 也有简单提到怎么在购买网址之后 然后登入这个网址的管理页面 就像这张图一样 那我们去第一个步骤就是选择PC Home代管DNS 那如果是自管DNS呢 我们在这边不介绍 这个比较深一点 就是要自己去架设DNS的伺服器 那一般我们不会去在自己去花钱 买台Server伺服器来架设DNS主机 一般我们就是用代管的方法 就不用花额外的费用 那直接用PC Home帮我们代管DNS 所谓DNS就是说 把这个英文的网址定义对应到IP位置 那个就是DNS在做的工作 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如果去找这个网址的时候 在那个浏览器上面 Key这个网址的时候 那PC Home代管的这台主机就必须回应给对方 我要到哪一个地址去 我在这边 如果我们找TripleW点这个网址的时候 那PC Home就会告诉那个 在那个网路上的访客网友告诉他你去找这台主机 这个是Google的主机 那就完成了DNS的设定的对应方法 那我们看下一张 但是在DNS PC Home买网址的那个地方 你设定好了对应 也就是说我要把IP指到Google去 但是Google有好多网站好多部落格 那我们把网址指到Google去的时候 Google的部落格这边必须在做一个接收的动作 所以这边也要来做对应的设定 所以在这边登录Google这个部落格的后台之后 我们看一下左边 它这个后台的界面有个设定 然后有一个新增自定网域 本来会有一个预设的 它自己前面第一个字是自己命名 那后面是用Google blogspot它内建的一个网址 那如果我们要自定网址的话 Google是不另外收费的 只有你买网址要自己去付费 那把网址套用对应到Google的部落格 这一段自定网域是不用付费的 这是它很棒的一个部分一个优点 那我们只要按下自定网域 然后回到这个页面来 那我们只要设定好 切换到进阶的设定 那这个页面代表说 如果你还没有买网址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购买 在这边栏位 可以填写你要购买的网址 然后直接在这里购买 那一年的费用是10块钱美金 很便宜 大概只有台币300块 那如果在PCOM去买的话 一年大概500 500块 500多块 所以在这边买是比较便宜的 如果是国际网域的话 国际域名的话 就是.com 没有.com.tw 纯粹.com的话 但是缺点 缺点是什么呢 优点是它很傻瓜的帮你做好对应 那缺点是呢 假设将来你仍然要保留这个网域名称 就是你要保留这个网址的时候 但是我不要用Google的部落格的版型 跟它的空间 我希望搬家 我的网站要搬家 但是我的网址却搬不走 因为我的网址是在Google这边是一并申请的 所以这个就是产生麻烦的地方 因为他这边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你说 DNS要去哪边做设定 因为他很傻瓜 你如果在这边买的话 他就自动帮你设定好了 所以我一般不太建议直接在这边购买 虽然它比较便宜 我还是建议分开买 服务分开买 网址归网址 主机空间 部落格的空间 归部落格空间 把它分开 那将来这个网址还是你自己的 拥有权还是你自己的 那如果我们像刚刚我 我建议的就是在PC Home 已经买好网址的话 你就直接再切换到进阶设定来 进阶设定点下去 会跳到这个画面 你就直接把你已经买好的网址 输入在这个空格栏位就可以了 输入在这个空格栏位 然后按下储存 然后按下储存 然后在下一个画面呢 这边会勾勾把它勾起来 它就是说将这个网域名称 网域名称就是前面没有三个W的 这个就叫网域名称 我们简称域名 网域名称简称域名 然后它这边勾选的意思是说 如果人家没有打三个W的话 这个网域名称也会自动导向 www.这个网域名称 只要勾起来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就已经做好了 网址的对应的设定 网址对应的设定 就是刚刚讲的两个步骤 一个是 我们再看一下最前面 一个是pchome设定代管 然后选择cname keyrootghs.google.com 照key就可以了 然后输入两笔 其中一笔要打www 所以等于说你不打www 或者是打www 它都会指向这个网域名称 这个网址 那这个是pchome的设定 那第二个设定就是 Google本身的设定 就是制定网域名称 那这样子两边都对应起来的话 就完成了 以后人家只要打你购买的 这个专属域名 专属网址 就会跑到Google 来找寻你的部落格 这就是它的设定 那我们现在来实际看一下 我目前的实际的网站 首先我们要进到Google Blogger的后台 很简单 我们只要打blogger.com 按enter 然后它会请你输入你的Google的帐号密码 那这个帐号密码就跟Gmail是一样的 然后登录之后呢 这个就是blogger.com的后台 那因为我的后台 我其实目前架了很多个网站 所以会看到这么多个网页 那这个如果新增一个网字的话呢 就等于多了一个blogger网站的意思 那目前我已经新增了好多个blogger网站 那我现在要来示范的是 林友田博士的千万元桌 千万元桌的黄金人脉俱乐部 那我点中间这个前往文章清单 点一下 它就会进到这个blogger的后台 那刚刚讲的就是在设定的地方 点一下设定 这边 因为我这边已经设定好了 所以它会告诉你说 其实我这个网址本来是bosslin888.blogspot.com 这个网址 那它会去重新导向 如果它打这个原本的网址 它会导向到我自己已经设定好的专属网址 就是这个 www.bosslin.com.tw 那我们可以做一下示范 我把这个旧网址复制起来 这个网址是不用钱的 是免费的 就是google提供的 然后按一下enter 它会自动跳到这个 自己购买的专属网址 这是因为已经设定好的关系 那假设我要去编辑 我按一下编辑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画面 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旧网址它会自动导向到你的新的网址去 那这边就是刚跟大家示范的 就是直接在这个进阶设定里面按 在这个栏位里面填入你自己的专属网址 然后再勾选这个 将这个网语名称 直接重新导向到有www的这个网址 然后你再按储存 储存就会回到刚刚这个画面 这个就是在网址的设定对应的方法 有没有觉得观念都清楚了吗 那只要你的网址设定好了 那以后要记得一件事情 万一你的网址只购买一年 那千万要记得 隔一年到的时候它会自动发通知 那你要记得去续约 如果你的网址没有续约的话 被别人注册走了 那你过去那一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所以一年到期之后 网址记得要续约 那如果你没有去续约 网址又被别人用走了 那你的旧客户 输入你的公司网址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看到你这个网站 他就看不到了 这一点要千万要记得